兄弟们 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见我这种状态了 这种表情了 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完成了我的愿望 你知道我买了一什么东西吗 我以为我的青春结束了 后来我发现青春又开始了 Welcome to my GT2 RS 我本以为我对车的热情已经消磨在抖音的流量里面了 我本以为我再也不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车了 但是我一哥们儿告诉我 我这台青春结束才2000公里 你要吗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就是你喜欢的姑娘她碰好也喜欢你 我从18岁开始玩车玩到现在整10年 我青春结束了 知道为什么吗 2022年2月23号我发了一条抖音 我说你可曾知道咱俩交错的时候 我的眼神有多羡慕 那会儿我看了一台991.1的GD3 旁边过了一台991.2的GD3 RS 在当时真的 我那种渴望的眼神 我什么时候能拥有 现在是2023年 哥们儿连GD2 RS都买了 真的 我今天毕业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我觉得这10年我给我自己一个最完美的交代 因为我车库里有一台 劳斯莱斯 逼逼魅影 我平时出门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台阿尔法 但是在赛道里的时候 我永远有一台寡服制造者 GD2 RS它是我最喜欢的黄色 配西红柿炒蛋的红色 真的 你打开 你看下这内饰有多他妈漂亮 真的 FANTASTY太新了 太新了 真的 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一台718它是一台普通的保护节 我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哥们儿花钱是买自己的开心的 但哥们儿懂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台GD2啊 这是一台纽北的王者啊 这是保护节的毕业课啊 美铝合金轮骨 全部的探线 魏斯阿赫的套件 你们能感到我那种开心吗 真的 我真的等不及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开心 你能理解吗 就是那种 你在生活当中 你没有觉得什么东西能提起你的兴趣 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 忽然有一针强心剂让你的青春焕发了 我操一巴 在生活当中的词杂断心剂 我不行了 你跟我和那边都在厉害 我不行了 我也想要不及了 我就不及了 动靠吗 我没什么理解